這是我見過最浮誇的恐龍樂園 這是我見過最浮誇的恐龍樂園 那一隻被打到我才心裡跑掉 很久沒有看到這麼熱鬧的機場 我們這次要去泰國 比較不一樣的是這次我們是要跟團 它這個團跟以往訪見看到團 稍微有點不一樣 有幾個特點 第一個是它完全沒有購物行程 沒有購物行程 對 還有我們飯店的貴在的地點是非常好的 旁邊就可以按摩 旁邊就可以按摩 重點是按摩對不對 重點是按摩 所以我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這個影片 就是我們參加自由零射的團體行程 的一個七天六月的遊記 然後看到團員了 還有我們的領隊 我們現在派行的五號 五號櫃台機會了 飛機來啦 在飛機上先來放卡 這個 這個你會買的299 旅居無限流量 看一下它這個 全新的 這是可以 充手機 額頭 先翻譯很快 有型 我覺得這個是 和賽斯的東西 太多燙了 這是什麼 肉質很少 一點點點 我們要在六號出口這邊相等 到范子機場 我們現在等一下要趕去 阿巴雅 就是到這邊第一天午餐是 晚餐了 顏隊又發了這個 我們可以去 等一下去機場的美食街 每個人250塊我們去吃晚餐 機場奇蹟美食街啊 小小的 這是什麼 串串 它的位置 小小的 這看起來好好吃喔 想吃麵 看起來好好吃 小小的美食街 對 這是倒泡豬肉飯 這是倒泡豬肉飯 花了多少錢 花了多少錢 這個是什麼 青木瓜兩飯 超 泡麵 泡麵 這個是鋁嘎里 鋁嘎里很奇怪 一個炸蛋然後裡面是飯 這個是豬肉糖 然後我好喝 晚餐怎麼樣 可以 一個250 我們兩個500塊 吃不完 我們會退多少錢 一百二 退去百二 我是覺得他那個 如果要推薦你的菜 連隊跟我講說裡面基本上無雷 但是我一看到那個醬 我覺得我跟台灣的那個 美食街比起來這邊很便宜 每個方式 我覺得豬肉糖 用豬肉糖60塊 很划算耶 60塊裡面多是豬肉 豬肝啊 豬心啊 我覺得豬肉糖超推的 然後兩萬青木瓜那一塊還不錯 整體來上還是蠻有趣 因為就是機場美食街 台灣的機場美食街 超貴 它跟路邊湯一樣這樣 對 有稍高一點但是很便宜 對 所以可以 可以 這是我們的車子 這是我們的車子 這一間啊 哦 你看它的門 就有海洋光的耶 哇哦 酷耶 哇哦 好明亮的廁所 然後這個是 冰箱 哇哦 海洋風耶 它的那個床 上面那個 是水手風 不錯 然後外面 看看外面 有陽台嗎 是耶 有一個小陽台 對 這個是 這攪拌棒是那個 傳的那個 滑獎你知道吧 旁邊有一個 好酷炫的鎖 是個鍊子 哦 是這樣嗎 哦 這個飯店前面就是自駕的酒吧 晚上有超級漂亮的葉子 還有 比較醒來 早上才發現 這個飯店 超級大 超級漂亮 嗯 最震撼的是它的外觀 其實就是 一艘超大的油爐蛋 拍這個側邊的視角 讓大家看得更清楚 而且最有趣的是 早餐就在團統這邊吃 早餐到10點半 這間飯店的用餐環境非常寬長 飯店的早餐也很精神 除了這個吃碗的牛包蛋 還有現煎的歐姆蛋之外 還有大量的水果跟優格 以及這個每次都必吃的 泰式米粉湯 自己很喜歡的泰式油條加戀 這裡還有多樣的菜色麵包 以及米粉之外 我覺得台灣朋友一定會喜歡的 就是它的拿鐵 是超大一杯的馬克杯 這個第一天早上起來吃這樣 實在是有夠豐盛的 我們早餐吃的有點狂 這個是 那個是 在那個 昨天飯店那個窗 就是草原造型的那個草原造型 在裡面吃的 它有這個 泰式的油條 還有 現煎的油條 然後 好嘞 最近現在吃他們 還不錯 早上就有泰式 然後 好 這個很有趣喔 昨天堂鼓 加盆的 沒有選擇蠻多的 然後比較有趣 今天拿鐵是 拿鐵是這個拿鐵 來 請 健康力 八達的整理室 可以說是目前全球戶外最大的 木雕建築國物館 要下去還要走一段木站道這裡 剛才在路口發了一個安全帽 因為這邊就是 歐瑋一直在施工 所以為了安全 所以我們有一個安全帽 好 這裡從1981年開始建設 有趣的是 它到現在還沒有完全見完 在入口處這裡 就可以看到很多視頻在這 更加明標 哇 這裡是入口處 光是這一區就已經拍了半小時 從左到右從下道上 每一個細節都很精彩 據說這裡的老闆 希望能持續提供永久的工作機會 所以這裡的建築工程 將一直連續下去 真的是超級壯觀 裡面的柱子每一個視角 天花板 都超震撼的 那個細節眼花繚爛都看不完 各國訪覽的人員 好 如果你想要來一個不一樣的回禮 這裡還有其他 像騎馬車繞一圈的服務 上面有拍秀的座位 還有門票 超酷啊 據說都是老闆的收藏品 是嗎 好誇張喔 我以為來到汽車展示場 是個國務 這是今天中午的餐廳 有室內冷氣桌 也有在服務 看這個餐廳的田間 話說東霸樂園 這次我們來 真的是整個一個大提神 像這個午餐吃的自助百會 什麼東西都有 現炒的泰式板 好幾樣的泰式菜色 我都很喜歡 你看這樣隨隨便便 又是一大桌 實在有夠澎湃的啦 看到它現場太炒 抵擋不住誘惑的板膏 還有這個咖哩口味的泥粉湯 青木瓜石都很讚喔 天字 走過大象的瀑布 獲得幸福和好運 好 是哪個大象 超大 超大 欸你在那個瀑布 可以回頭看一下 好大喔 這跟五年前來的東霸樂園 完全不一樣 連這個秀都完全升級 可以走 滌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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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這款 還是要用來她的呼籠呢 不跳不到 是誰 大蝦互動 上發就開始了 OK 這三年 這三年所做的就對了 他說我敢出 我敢出 也不便宜喔 有的一隻要好幾十萬喔 有的論百萬喔 大大的 很大隻的 其實是小的 還太多了 這是我見過最浮誇的恐龍樂園 這其實只是一個東巴樂園而已 來過這裡你就突然覺得說 台灣的那個恐龍樂園 好像弱掉了 誇張那個高道 鏡頭已經出鏡了 這不知道怎麼拍你看 對啊 這東巴樂園裡面抓了幾千萬隻啊 真的很浮誇 你看 怎麼看到這恐龍 厲害耶 你看那邊全部都是恐龍啊 好這個是 連隊跟導遊送我們的 氣增佛山的一個景點 然後他說 這裡有一個真的設立子 放在胸前 大家可以猜一猜放在哪裡 我們真的有要不要他們吃 哈哈哈哈 晚餐時間 這個是大家期待的 流水蝦燒烤啊 除了流水佛蝦之外 現場已經準備好冰凍的海鮮食材 真的是很有誠意 連這個厚餘基本都有 怕你吃不飽 現場除了各種菜色之外 還有啤酒喝到飽喔 這是烤肉串 冰陣 好滿喔 除了新鮮的泰國香樂 我覺得這邊的三點餐 花式也會常來隨便好吃啊 晚上這個團體的生產 現在發展兩個小時的泰式馬薩基 實在也夠滿足的啦 這是帕太亞最早養鱷魚的地方 原石公園嗎 原石公園嗎 他在游了 他為了證明說他不是化石 蛤 哇 要來了 好近喔 你好啊 這是長頸路要吃的小黃瓜 不是70塊是香蕉喔 鱷魚是100塊 這邊比較多隻 這邊比較多隻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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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釣到了 你人前面一點 那我才可以拍到的 那隻被打到不開心自己跑掉了 為什麼他口水噴到我這邊 這個是每個小時一場秀 這是我們等一下看的鱷魚表演秀 那是跟你講說200塊可以拍什麼畫面 很多種 坐到尾巴但他躲很遠 喔喔喔喔喔 噢喔喔 這有雙輪燈 這個秀雖然短短 但是也是很 勒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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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嚇死啦 接下来是个有区放松的行程 我们到飞翠湾俱乐部 在玩水上活动之前 我们先来享用餐 一样是大家很喜欢的寄居室 内行的鲜虾跟草泡面鸭厨 跟这一款鲜都有大量的组织 真的超幸福啊 光是大虾就可以吃到饱了 下午的水上活动开始了 每个人会玩一般药 超过温暖标准备 温暖标准备 哇好好玩哦 到时候在挤马呢 还有这个很有挑战性的海上托椅 啊 下午的时间冲鱼也可以在海滩上走一走逛逛 如果过完海上活动了 你可以换成30分钟的主力按摩 下午茶时间每个人有一大颗的香水油脂 还有两样水果 外婆的熔岩跟山菇都很好吃哦 第三天最期待的就是下午的逛街行程啊 我们是第一次逛巴达亚本村民的20 下午时间还没有很多人 这个事情都还蛮好逛 来杯手标太晚 还有这间平价小百货也非常好逛 这里有超多可爱的娃娃可以买 当然也有平价的伴手礼片 这间回庄有多看起来不一看 再来光圣复习一下太性的景色 最吸引人的就是村民21的美食街 各种街头平价美食都放在这里啦 这才40块钱 我只看起来好多哦 把那边都放在这里 串串 是甜点 在饭店附近走路会到这个 村民21之外 还有这个远去的飞机夜市 那雨楼 哇 哇 雨楼 11是花椅 中文2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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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6 5 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